第四季正式开播 第四季大家不要对我有太多希望,我只希望能活到最后,他们已经对玩家下手,看来本期明星大侦探导演组为了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节目,已经对玩家下手了,这样突入其他的玩家领盒饭简直不要太刺激,出了复杂的剧情,相信在第一案中, 大家对魏大勋和白敬廷,山花兄弟,合体也是特别期待,两人虽然全成虎队,但是魏大勋贴心为白敬廷整理衣服那一段,还是看的人很感动,无意间的小举动,足以看出两人私下关系确实很好。 你有没有被这对CPE圈本,不仅如此,在大家休息期间,魏大勋还特别强调,自己是代表妻子的浪漫旅行来探班的,语气非常得色。 大家都知道今年集结了张杰谢娜,英彩儿陈小春,陈丽莎郭小冬,以及尹尔夫仙伯四,对明星夫妻的真人秀妻子的浪漫旅行大伙,魏大勋成为了唯一一未受邀的小鲜肉,能够陪谢娜,英彩儿等次为妻子一起旅行,圈粉无数。 你听到魏大勋说自己去参加妻子的浪漫旅行,桑贝宁第一个提出疑问她是代表妻子还是丈夫,相当搞笑。 紧接着和就解释,魏大勋是带着别人的妻子去旅行,坐在一旁的白景亭,对于魏大勋陪别人妻子旅行很是困惑,当场提问,为什么他能带着别人妻子去旅行? 直男属性报表,作为谢娜和魏大勋共同的好朋友,何总直接说了节目组找魏大勋的两点理由,相当现实,因为在妻子的浪漫旅行策划的时候,就已经说要安排一个男人,但是经过反复考虑,觉得谁放在里面都不安全,于是就选了最耿直最含厚的魏大勋,确实要一个小先生陪着四位人妻一起外出旅游, 还是在老公不在场的情况下,节目组在选人时,得不考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要特别安全,不能让赤瓜群众误会,所以魏大勋身上的梗居。 韩后这两点就特别重要,经过第一案后,明星大侦探第四季第二案,鬼鬼无影节将会回归,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邓伦和黄明浩,你们期待吗? 随后,第二案将会开启无侦探模式,另外玩家全是嫌疑人,可以说非常高能了,你们最期待谁的表现?